边境和旅游限制松绑带动了旅游保险的需求 新加坡普通保险协会表示 今年第一季的旅游保险总保费是去年同期的3.5倍 协会指出虽然增幅显著 但依旧还没有回到冠病疫情前的水平 有业者发现更多国人选择购买保费较高的旅游保险 来看记者洪宝玲的报道 这家保险公司今年首三个月的旅游保险销售量 同比增加15倍 单单4月的数据就比3月多了一半 达疫情前的7成 业者上个月推出以小时计费 涵盖关病的旅游保险 为前往马来西亚巴旦和明丹岛的旅客提供便利 保费以每小时三毛计算 保期最少6小时也就是1块8毛 这保险是专门为那些没有乘搭飞机的顾客而设计的 所以就没有了那些关于飞机票之类 飞机延迟之类的那些利益 但是重要的关于意外或者生病那方面的医疗费 那方面的保护还是有的 也有业者指出 疫情前10%的旅客会选择保费最高的旅游保险 现在则增加到40% 最高的可以保到差不多500千这样 比较低的只是可能保到差不多100千 起初呢大多数人数是觉得没有什么很大的风险 出国的时候 疫情发生过后 他们也是要更加保护自己 所以就是比较想要购买比较高的这个价值 普通保险协会授寻师指出 边境管制放宽一直是带动旅游保险需求的关键原因之一 其他因素还包括 现在有更多的休闲旅客 不像过去两年主要是商务旅客 以及疫情显示人们需要保障 这让旅客更加了解旅游保险的必要性 新传媒新闻记者洪宝林报道